歡迎大家回到我們軍武器言的特輯 我們這個數臭槍蟹系列 現在真是長造長有 之前那一集看來都頗惹火 因為說了是我們中國的九五式 之前一直都在數臭 我們都在數臭BOOPUB的設計 今集我們終於回歸傳統的設計形式 我們今集要說哪一支 今集說到我們中國國產的九五式 我們接下來說另一個野火項目 就是這個對岸台灣生產的 這個最新款就叫T9-1 大家看T9-1這個款 我當初第一眼看這件事的時候 我以為是日本生產的 因為主要有前把手 而且整個設計比較纖細 一看就是很合亞洲人的手感 輕微介紹一下這支T9-1 台灣的軍工其實都不差 他們自己第一支 自己設計的部槍 其實就是這一支 就是T6-5 T6-5 他不是用這個M16的 這個叫做Gas Impringement的設計 就是氣吹式 那些火藥的廢氣 就不會直接吹進去那個槍機裡面 他反而當時已經是用了 AR-18的那種Gas Piston的設計 就是用這個氣體活塞式的設計 這個設計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可靠、耐用、很少的Gam彈 這種設計基本上在特機部槍上 大家都大量應用 最有名的就是HK416 之前的G36 都是用這種設計的 現在基本上是變成標準的 基本上只有美國人 才繼續用Gas Impringement 可想而言台灣在一九七幾年的時候 就已經想到這個想法 其實是相當超前的 當時的大家除了M16之外 另外一支AK 就是在用這個Gas Piston 但是它是Long Stroke Long Stroke 就是它的氣體活塞 帶動的桿 是連著你的波子 一起動的 所以行程很長 動的部件比較多 後來大家都轉成這個Short Stroke 就是 你有操作桿 一下子撞到波子 操縱桿和波子是分開動的 好處就是射速會好些 以及射手會舒服些 台灣當時有這個想法 後來就一直發展 大概去到九十年代中 他們又有這個新的一款 這款應該叫做T86 T86 其實都很像一枝M4 說實話 它的長度和設計 當時都很像 但大家看到 它仍然有一個握把 把手在這裡 不像之後的設計 全部都用魚骨 這個T86 當時沒有大量裝備 他們其實都很看時勢 因為當時裝備之後 不用過五六年 你就會發現 我自己的Upper Receiver 就是大量換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東西 都很麻煩 要換 你如果再裝 Picatini Rail 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前面的握把 也是要換 因為當時也沒有魚骨 所以他們當時 只是少量裝備 後來再改善 就變成了現在的T91 T91大概在2000年初 2002、2003左右 就開始出 之後就真的大量裝備 不斷改善 大家很明顯就是 終於從善如流 裝回 上面裝回Picatini Rail 但持握把 仍然是這樣的 我稍後 請我們的嘉賓講解一下 也有它的好處 這款出了設計之後 出來之後 就大量裝備 在美國這邊 也有 試過出口給美國這邊 因為它主要把 Upper Receiver 和Piston 分開來銷售 對於美國人來說 我們叫萬年AR 什麼都是AR 如果有另外一個 Lower 或Upper Receiver 它也是有一個 標準的尺寸 所以你買泥 基本上一陷入就能用 我們今天仍然有我們的 特別嘉賓 我們的特種部隊 Mark Hing 以及我們的網友 Oscar Hing 在問一下兩位的意見之前 我首先必須 要說一些個人感受 就是第一 第一 我其實很不喜歡去 review AR 的槍 因為真的很悶 這件事 已經被全世界的人 說了幾多次 這些部件已經多到 它已經沒有什麼 真正的創新出來 自從HK416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什麼事之後 它創新的創新 就是 比如說 我的Bud Stock 好像比較好 這件事 已經是搞到沒有 再搞 實在是很悶 第二 我很不喜歡 AR的東西 就是第一 它的Charging Handle 即是 上課的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位置 是 不合理的 因為你拉的時候 你的動作是 離開射手太近 其實最合理的就是 你的Charging Handle 放在旁邊 像這件事 這件事就合理了 適合你的空間 以及你的袖手太多 另外一個我不喜歡的 就是 大家都知道 AR設計 它的Bud Stock 裡面 有一個Buffer 在這裡 平凌霸打的 因為它的槍機 發射完子彈之後 在後面 它的彈弓 在Bud Stock 我很討厭 因為平凌霸打的 又吵 你感覺到 有件東西 貼著你的臉 動來動去 我很不喜歡 所以我這件事 必須先說 其實我很討厭AR 但是AR 當然好用 我其實最好的 AR發展到現在 太多名槍 我只講一下新的就是新鮮滾熱爛,日本科華推出的二零式小口徑的步槍 大家一看就知道就是抄FM的SCA,然後抄HK的433 不過它也抄得很厲害,起碼把好的東西合在一起 這支是好東西來的,一看就很想買 另外一支就是捷克CZ工廠推出的BRAND2 這支大家一看也是,一看就知道是做工精良,耐用 所以我覺得AR到這些設計才是比較遲養 以前那些實在太悶,實在受不了 不過我們今天為何要做T91的特輯呢? 主要我們的嘉賓Mark Hing,他自己用的T91讚不絕口 我們請Mark Hing幫你講一下你當時用這一支的感受,好嗎? 大家好,我是Mark Hing T91這支槍我自己就有一支,在家裏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比M4好很多 實用過M4好多 還有他的後助力呢,雖然比M4強一點 但是你放一個比較重的Buffer Weight 他簡直的支槍是幾乎沒有後助力的 是,很耐用的支槍 我知道T91已經打了一千多發,都沒有清理過 一樣照打,只是想一想有的 是,這就是Gas Piston相對於Direct Impingement的好處 因為你的火藥燃氣就不會放進槍機裡 而在前面的活塞的位置就走光了 當初你拿起這支槍的時候,前握把感覺如何呢?好像很舒服 哦,是的,他的前握把,那個Hangor是很舒服的 因為他用的那種塑料呢,我覺得他比95的塑料更好的 哦,是的,他比95的塑料更好的 他比95的塑料更好的 而且你的手,這支槍的好處就是 你拿上手就馬上有CGrip 是,是的,是的 你拿上手就是CGrip,是非常舒服的 是,這個就是,這種是握把的好處 因為現在大家都流行戰術如骨 再進一步,現在就是M Lock和Key Mod 現在大部分都是M Lock的 M Lock的不好處就是有時候 你裝得越多東西就越難握住前面的CGrip 我當初我記得第一次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感覺都想著T9也是另外一個M4的Copy 就算了 看回那些review,大家對他的感受似乎都是 工藝都是不錯的 除了前握把之外,他裡面的工藝的製造 準程度如何呢? 準程度比一般M4其實差不多 是的 雖然他後座比M4重 但是他的準程度 都算是… 左部槍來說兩個MOA算合格了 非常好 就算是HK416 非常好 他自己公司寫的都是大約2.5MOA的 雖然大家都說他不止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有個Idea 兩個MOA對於步槍來說 已經優勝我二次大戰的Sniper Rifle 二次大戰絕對沒有那麼蠢 但是當然工藝進步很多 不如我們先問問Oscar Hing 在我們拆開這些槍研究一下之前 你第一次看到這些槍的感覺如何呢? 其實沒有的 歐美你講的是這幾年才有 叫做一支Upper給你們那邊 其實香港人更加沒有機會 除了你偶爾一兩個香港人 不知道為什麼去那邊當兵才有機會 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 會不會覺得都是… 只不過外形有點不同 不過都是一樣那麼悶的 其實是 一樣那麼悶 你覺得AR已經悶了 你普通香港人看到的更加悶 因為其實裡面的喊也是氣槍 就是氣槍就沒辦法了 喊始終不是 像親槍有些區別的 你給它寫進去 你給了一支Sniper Rifle 都是同一個 都是同一個 最後你摸回頭 都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 所以這就是我很討厭AR的原因 真的很悶 沒有變過 那蠻兄我們看看你的私火照好嗎? 這支是Mark兄自己的 你也加了一個魚骨 其實我覺得整天 加這個戰術的位置都是搞自己的 騙把舒服就可以了 那Mark兄這支又搞了多少心血去呢? 這條魚骨也不便宜 我買了兩塊幾 二百多元美金 都是好東西來的 前面的前面是否本身T91自己配的? 美國版本不是配這個 這是我後來在T91 Tactical的網站買回來 然後拿去給我一個槍 柴師傅幫我陷上去 即是你都要搞一樣的? 是 我這支T91一定是一模一樣的 你一看到的就是我的T91一模一樣的 是 我看過這邊的人說 前面的位置很重 所以很多人 即是美國這邊拿到的版本 第一件事就是拆掉它 是的 沒錯 他們很喜歡拆掉它 然後放上去 是的 那你這支東西都現在叫做完成了 是嗎? 這支就是我的完成品了 然後我幫它裝上了 那些書牌 然後陷了很多MAPLE的東西 加了一個以色列的M5紅點上去 好東西 專門找些零零射射射特別的東西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我覺得它還要用過M-point 又便宜的就是這個M5 這支東西 其實我們說了這麼久 最特別的都是AR18的Gas Piston裡面的設計 看看Mark Hing的C4相片 善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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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